养老服务可以说是近年来外界一直关注的话题 毕竟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都要面临的局势 而且随着各个国家的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之后 再加上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 导致很多国家或许提前步入老龄化时代 比如说亚洲发达国家日本 目前就已经提前步入老龄化时代 因此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之后 就诞生了一个新兴职业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该职业主要为出门不便 或者是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提供身体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评估 通过评估之后再为老年人申请相关的护理补贴 当然所谓的评估可是根据相关标准 通过与老年人的交流及相处 来观察他们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 以及生活自理能力 按照相关规定 这一评估可能有十项左右 其中还有更加详细的分类 通过四十多项指标最终进行评估打分 对此我国曾经在2020年 颁布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因为这一职业对于老年人晚年生活有着极大的帮助 不仅可以照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同时也能照顾老年人的生活起居 可以说这一职业很有可能是未来新的风口 可是从目前来看 中国老年人数量大约在1.9亿左右接近2亿 可是老年人评估师的从业者只有10万 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 未来可能会出现接近300万的缺口 之所以目前只有10万左右的从业者 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一职业的工资并不高 而且还需要经常照顾老人 很多年轻人可能连自己的爷爷奶奶都没有服侍过 如何能与这些老人进行良好的交流 也就是说目前这一职业因为工资低 工作比较累 因此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可是从本质上来说 这一职业确实能够让老年人得到一定的关怀与重视 至少可以保证老年人的晚年不会太孤单 可是从薪资方面来看 似乎这一新兴职业并不符合年轻人的择业标准 要知道很多年轻人对于传统的加工厂 司机等月入万元的工作都看不上 如何能看上这份薪资不高还比较累的工作 对此可以说 即便这一职业可能会成为未来新的风口 但是想要被大众所接受 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工资问题 待遇问题 后勤保障等等 当然 只要这一职业能够成为风口 并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接受评估 相比薪资待遇可能完全不是问题 毕竟对于任何一个职业而言 只要有需求甚至能成为新的风口 那么这一职业的福利待遇必定不会太差 虽然目前有一点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情况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状 迟早有一天会出现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情况 到了那个时候 想必会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一新兴职业中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